出席99人 贊成34人 反对65人 弃权0人 战争者少数提议不通过 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 敬明表决时间1分钟 现在开始 立法院异常灯火通明 立委通宵案令表决 临时会审前站预算 因为28号晚间朝野协商破裂 民进党提表决站 让立院进入72小时 不断电表决马拉松 从最近到今天 我们从咖啡吃到维他命B群 然后从牛脏汁吃到不知道什么汁 能吃都吃完能用都用完 早上我还看到萧美琴 昏倒也不是昏倒 昏睡在座椅上面 民进党立委无奈配合 并谴责国民党团鹰派抬头 才是协商破裂的主因 临时会被葛前站预算致敬 国民党团除了祭出上万亿案 以及短暂占领主席台外 29号也到台北地检署案令 控告立法院长苏家全 和副院长蔡其昌 我们的理由很简单 他们两位都是立法委员选出来的 院长跟副院长 负责要中立主持会议 那这一次前瞻基础建设条例的预算 送到立法院来 从一开始到现在进入恶毒 一再的违反行政中立 我们全部都是照医师规则来 那国民党要告都是他们的自由 国民党团应对前瞻大战 虽然文工武斗样样来 但似乎站力不够 前一天蓝营站主席台 绿委只花了十分钟就清场开会 国民党团内的动员令 蓝委出席率也不高 我们现在已经叫所有的委员赶快进场了 九点就要开始开会了 作为一个在野党要有在野党的样子 那我希望国民党委员都能够体会这一点 身体累之外主要是心比较累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在表决什么的 因为执政党其实已经示出很大的善意 就是史无前例的愿意将特别预算 删除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十 高达一百亿元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已经我知道的很多的国民党委员 也都觉得说这已经是很好的 监督的成绩单 但是总是有来自于北部的 小数强硬派 总是用拖大拖老的方式 来绑架整个国民党的党团 那我觉得国民党不是已经选出主席了吗 怎么感觉还是群龙无首呢 国民党团不够积极 据传新任党主席吴敦毅 要求临时会结束前 党内立委都要专心应战 连政论节目都不要上 来因输掉江山 学着当在野党 还有一段路要走